他就載我到一個很暗很暗的公園 他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手滑進去摸我的胸部 凶害人出面開記者會踢爆 控訴藝人NONO11年前 對他搶吻性騷 你都已經上車了 那摸一下會怎麼樣 然後就直接湊過來 在車上就湊過來就搶吻我 然後他之後還跟我說 那你喜不喜歡 凶害者19號先是在網路上PO文 控訴遭到NONO試圖性侵 但被經紀人回應 對這個人這件事都沒印象 讓被害人懷疑 其實這件事NONO的太太朱海君早就知道 在第一個AMBER的世界發生 他就有跳出來說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交往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可是其實他們已經交往很久了 其實他老婆 當時他是女朋友 其實都知道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這樣也算是 加害的某一部分 不只說明親身經歷 PO文之後還陸續收到 近20位的爆料 其中最早發生在2003年 最年輕是當時才就讀大學的受害者 還有人指控 甚至在朱海君臨盆之前 還被NONO性侵 他都專挑一個對象 就是不懂事的人 包含是大學生畢業 你剛要進演藝圈的 他所有都會找新人下手 為什麼他不去找 隨便一個線上很紅的人 因為他不敢 他知道我們不會講話 受害者勇敢出面踢爆 但也強調沒有想獲得賠償或提出告訴 去盼當事人能坦誠一切 還給他們一句吃來的道歉 三燈新聞該喊人 科目新聞台北